哈喽大家好,我是Candy 今天在新西兰 昨天从机场下来租了一个房车 然后昨天一直在下雨 所以说没法拍 然后赶到营地 租到这边以后 今天早上天气好点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租的房车 两层楼 这次跟朋友一起来的 这个车其实可以睡六个人 有三个双人床 待会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先看一下这边湖边的景色 今天还是阴天 但是已经不下雨了 后面雪山可能可以看见一点 但不是很清晰 昨天下雨对面山也看不见 只能看到最边上有水 前面早上起来已经吃过东西了 并把车子已经收完了 我大致给大家看一下 那边是插电的地方 跟接水的地方 现在我们已经拔了 昨天在这边睡也是零下的 所以还挺冷的 比Moburn冷很多 下面我进去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车其实是挺小的 这边是驾驶舱 前面只有两个座 因为中间那个座它可能拆了 因为这边要走路嘛 然后两楼上面是一个床 看上去很小 其实昨天他们都坐在上面 其实不碰头的 坐在上面是可以打牌的 右边这边有些储物柜 下面就是餐桌 这边可以坐四个人 然后这边也可以变成一个床 把这个桌子放下去以后 这边也是可以变成一个双人床 当然这边还需要拉出来一点 把它弄得稍微宽一点 我们自己是没睡 因为我们一共就四个人 这边床拉出来以后走路就不太好走了 昨天我们睡在后面这边 后面这边依然是个双人床 它拿来的时候也是一个桌子 把桌子降下去以后变双人床 和这边这个类似 只是因为两家人嘛 所以他们上面那间房间可以拉窗帘 然后我们这边也可以拉窗帘 中间那个座没有 所以我们就睡了两头了 那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外面的湖井 昨天晚上停下来的时候天黑了也看不清 现在呢还是可以看到一些 这边有个小朋友在喂鸭子 看见没还挺有意思 这里湖边鸭子还挺多的 可以看到啊 营地里全是这种车 都是租车公司的 我看好像所有人都租的房车 基本都是游客吧 很少有人自己开车来 我们继续 这边呢是一个洗手间 打开了以后呢 里面是有一个马桶 在里面是浴室 我们昨天没有用浴室 因为营地的浴室也挺干净挺舒服的 所以我用了营地了 没有用我们自己车上了 马桶是用过 但是还好好像不臭 所以我们用过了 今天还没有到 第一天嘛 另外一侧呢 这边是冰箱 现在锁上了 冷冻冷藏 我们里面放了点食物什么的 昨天超市里买的 飞机下来就买了不少 微波炉 还有些储物格 这是灶台 这是厨房的水池 所以可以看到 整个车一共就这么大 不是非常非常的大 最大的问题是行李箱 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边 座上放了一个行李箱 这是他们我朋友的行李箱 另外我们的行李箱 就放在地上了 这个车上只要带行李箱 就非常不方便使用 所以说如果你要到新西兰 或者到澳洲来租这种房车的话 我不建议带行李箱 最好带马带包 可以折起来的话 就可以放到这些储物格里 行李箱是硬的 根本没地方放 车外面是有些储用空间 但是需要放水管什么的 电线 还有录音用的椅子桌子什么的 所以这些箱子也就塞不进去了 空间一共就这么大 虽然这是六个人的车 如果放六个人的行李 这个车上是非常紧张的 像我们如果住四个人的话 箱子还可以放在椅子上 甚至如果你住这个床的话 箱子可以放到上面 放到两层的床上都可以 有一个空床位放箱子 才可能有这样子的车 其实我们是前天晚上的飞机 但是飞机延误了四个多小时吧 我们从前天晚上等到昨天早上 才从沐尔本起飞 当时已经凌晨了 本来到机场就早到了三个多小时 所以等于在机场等了七个多小时 而且又不敢睡觉 因为飞机随时会飞 然后从前天晚上一直等到 昨天凌晨快天亮的时候 所以我们计划都打乱了 昨天就来不及拍视频给大家交代了 本来昨天一清早就可以到机场 有充足的时间开车到这边 后来我们昨天中午才到 再开到这边路程由三四个小时 到了营地也基本天黑了 所以说什么东西也没看到 今天早上抓紧时间 在外面拍了些照片什么的 所以呢现在又晚了 我们又得赶路了 那我给大家看一点风景的镜头 然后我们就到下一个地点了 这都快跳到人家车上去了 现在我开了一段又到这边又有个湖 这边上有个店里面有卖三文鱼 那边还有一个小亭子可以拍照 我们买了一些 现在开始吃 我们到这个地方呢 应该要看这个叫Mont Cook的地方 但是这条路关了 现在要走进去 我看别的游客也在走 估计得走个一个小时吧 走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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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手表走了也挺远 今天人其实不是很多 可能冬天人都不多吧 这里也是第一次来我也不知道 周围都是雪 基本上在雪上走路感觉还是挺累的 因为老往下面陷 这次鞋也穿得不好 我的鞋底已经脱底了 下次还知道得换双新的登山鞋 这一路过来都这种小的树 然后这种树近看 其实上面都是这个针 看见没 而且特别硬 反正特别硬 如果有人要来玩的话 提醒你们一下 因为这个正好在步道中间 很容易撞上它 好 大家就好 大家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咱烧菜没有油就准备拆一个鱼罐头 把鱼罐头里的油倒出来煎肉用 这个鸡两块钱 原价是五块不到一点 因为已经过期了 现在天又亮了 今天天气还是还可以 不过气温非常低 可以看到我们车上挡玻璃 都已经全部冻住了 引擎盖上也是都已经冻住了 包括车灯上也可以看到 全结冰了 虽然昨天晚上没下雪 但是露水都冻住了 还是挺冷的 今天天气预报是说要下大雨 但可能是晚上吧 反正现在天气还不错 可以看到云彩还有点彩霞 包括后面很远的雪山都看得见 现在冬天看上去露营的人也不多 我们这边一排房子没几个车 包括这边营地都是空着的 完全没有人 整个营地现在就我们这辆车 和边上一辆小的面包车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厨房 包括浴室 基本上用的时候都没人 而且就在我们正对面 所以还挺舒服的 隔壁面包车的人已经洗床了 也去洗澡了 今天我们路程不会排得很紧张 因为今天我去泡温温泉已经订好了 就在这个镇上 其实后面就可以看到广告 这边还有个广告墙上 泡温温泉就是一路上看看还有什么好玩的 然后就顺着再往下开吧 冬天这边日照时间也不长 其实开不了几个小时 天又黑了 又得到营地了 那我们一会就准备上路了 现在到这是一个养三文鱼的一个鱼池 然后这边可以拿鱼食给他们喂鱼 我们捐了点款拿了几盒 现在他们在这边喂 我感觉我刚刚来了很多的竞争这一手 你看都很厉害的他们 吃饱了 你的头发 我们现在到泡温泉的地方了 这个门口有个冰雕 我开始以为是塑料的 其实是真的冰 还挺有意思的 它应该是个喷泉 然后天冷的就冻住了 像这个样子 就吃饱了 就吃饱了 是 草了 今天 冰添 记得 是 我 那好了今天没跑多少地方 又到一个营地了 这边营地都非常小 车位一个个的 像我们这种大的面包车 进来了以后挺难倒出去了 我感觉 希望明天早上不是第一个走的吧 不过这里后面还是可以看到风景 还不错 可以看到后面的雪山 而且不像昨天了 今天这边已经没有结冰了 所以整个地上都有草地 还比较温暖 应该晚上睡觉不会那么冷了 就是因为这边不冷 所以我们一会儿 可能直接去镇上买点东西吃 就不在车上做饭 我们写了明信片 但是新西兰的油桶是蓝色的 澳洲是红色的 找了半天 感觉还挺奇怪的 这里是个坐缆车的地方 上面可以看到整个 Cringstown下面的景色 还可以看到对面的雪山 但是现在一直在下雨 雪山是看不见了 上面都是云 山已经在雾里了 分类若叶优的地方 直播放下 Food 请准备 các comments 这里是个冰巴 里面都是冰块 我带大家进去看一下 观看 有些颜色 这里是美丽 有些颜色 不失心 看得到 它这个鱼籽是新鲜的 没有腌过 不是咸的 我第一次吃这种 昨晚睡的这个皇后镇的营地并不好 它离市中心太远了 我需要打车才能到市区 那这两天一直在下雨 所以说确实也没什么景 今天我们要开去Glenocht 再往下开40分钟 介绍是拍魔戒的小镇 但是由于天气是这样 没有抱太大希望 去里面随便溜带一圈 到Glenocht这个所谓魔戒小镇这地方 还是因为天气不好 其实看不到什么山 我就大概走一圈 随便看点东西 我就准备回皇后镇了 我觉得湖边和海边最大的区别 就是湖里这边是淡水 里面没有什么植物 非常清澈 不像海水都是浑浊的 另外就是浪不大 所以说可以看到边上公路 基本上就在水面上 所以一路开过来风景还是挺好的 这家店可有意思 刚才我来买的时候就5分钟前面 一个人都没有 随便进去买 然后我刚出来 有几个人站在门口一站 然后后面的人入室就站满了 一下就排这么多人 今天我们一走 后面天已经好了 已经可以看到后面雪山了 不知道镜头上能看见吗 好像看天气一报 明天就更好了 但是我们也得走了 明天得回摩尔本了 今天得往回赶路了 也没有办法 我发现我们这次租的 这个奇葩坎帕这个房车 它就是阿波罗这个房车 淘汰下来旧的车 然后它换了这个奇葩坎帕 价钱就便宜一点 阿波罗这个牌子和奇葩坎帕 是一个门店嘛 它就是两个价位 我现在知道 为什么我们这房车 看着这么旧了 所以便宜还是有便宜的道理的 这边风景还行 可以滑这个锁道 然后边上是跳奋级的 今天我们就不跳了 这是一个看企鹅的店 我们开到这边顺路就去门看一下 然后营地就在这个镇上 但是里面不能拍照 不过希望今天能看到 我们下车 给你买一个这个吧 你看 没怎么看到几个 一共看到了四只 但是比也挺近 比摩尔本看的要清楚一点 所以还不错 这个地方不是我们计划里来的 景点介绍上面也没有这个镇 这个地方吧让我感觉就像在电影基地一样 所有房子都是老的 都不是这个时代 除了路上的车可以看到是新的 可以看到其实这种路灯也是这种非常老的 它的建筑各方面都是老的 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没来过的其实可以来看一眼 虽然这不是一个景点 但是还是非常漂亮的 这个桥的这个石头也是都是老的 那差不多我们就得赶路了 之后还得赶飞机了 我就准备回去了 最后停了一站上个厕所 待会就要到机场了 就要去还车了 刚才看到一个kiwi 又买了一个 这个还会叫呢 总结一下吧 我感觉新西兰和澳洲区别还是挺大的 尤其是地理环境方面 有点像中国的华北平原和海峡对面的日本岛的感觉 新西兰这边都是山 然后可以看到雪 气候又非常冷 澳洲总体来说气候还是比较热的 然后都是大平地 所以地貌环境完全不同 包括总体的文化也有点不一样 可能是因为这边岛的面积比较小 整个国家非常小 非常像日本 所有车都非常小 这边路边停的车都是非常小的车 车道也只有一根 也不需要便道啊 超车什么的 人口当然非常少 在公路上开基本看不到什么车 路牌什么都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虽然都是英文的都能看懂 不过呢 澳洲非常常见的越野车装了 钩吧保险杠那些改装什么的 在这边基本上看不见 因为这边路上没有大的动物 没有带鼠啊 没有带熊 包括植物也非常不同 这边山上看到的都是松树 看不到岸树 当然城里有些个别地方种了岸树 但不像澳洲场上山上只有岸树 所以有岸树就有考栏那些动物 这边动物完全不同 都是这种东西 所以说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虽然离得很近 却完全不一样 现在已经到了机场 现在在等 然后飞机是晚上 现在天刚黑 还要等两个小时再起飞 这边机场不像 这种大的国际机场 这边就是一个小的机场 所以安检什么都没开 因为今天晚上国际航班 好像只有一两班 要等到将近我们那班飞机 快登机的时候 他才开安检的地方 前面还车的时候 我还加了个油 新西兰的油价是真的贵 现在柴油是最便宜的 因为听说柴油路税是不在油费里的 汽油的话路税是在油费里的 和国内的汽油是一样的 但是这边汽油都快卖到 将近4块钱一升了 有些地方4块扭刀一升 但是多少钱 那可能要将近20块人民币一升了 反正挺贵的 比澳洲那边要贵一些 澳洲也便宜不了多少 但是因为澳洲路费是要单独付的 不是在油价里的 所以相对便宜一点也正是 不过总体来说 我感觉都比国内的油费贵 国内的油价还是挺便宜的 包括北美的就不用说了 北美的油价全世界最便宜 欧洲的油价也不会比这边便宜 但是油费确实花了不少 在考虑星期然这么小的地方 其实根本就没跑多少 我们这7天一共才跑了1400多公里 看里程表的话 所以也用了好几百扭刀的油费 真的是很贵 这个也是比我们这几天 因为营地加起来要贵得多 以后来玩的时候也要注意的 尽量不要开车开太远 要不然我还是坐飞机便宜 我们下期再见 期待 晚期再见